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4年末 景业开始感觉视力模糊 直到2007年初 双眼挤进失明的时候 才发现换的是青光眼 一切已经太迟 景业在失明的同时 也失去他原本在外打散工的能力 当时中日留守家中的景业 只懂得不断要求别人的帮助 慈基之工刚开始接触景业的时候 总是拿它没办法 直到基因美食鞋的出现 才有所改变 放下要成为虚担心的 必须转性的 当时来 SaaS 放下它 不断要求美食鞋的 在虚担心上 也不断要求美食鞋的 对吗 对 对 好 牵手智能障碍的黄景叶 就好像小朋友 一件事情 你要跟他说上好几遍 有时候更要像老师 对学生那样严格 他才能够静下心灵听 每次到井叶家做法事 总要花上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英美师姐愿意花时间 跟她述说很多词迹事 让喜欢听故事的井叶 逐渐打开封闭的心门 兴致勃勃地学习近思语 如今井叶不只会口说好话 更会做好事 除了成为词迹的捐款会员 响应竹筒岁月 现在还要向志工投诉说 竹筒不够大不够她造福呢 在樓口呢 我向樟宇kl соб找些长 NA gracias 野间跟妈妈呀 大家๋IA找那里咯 好不 从以$ ejemplo格 到几天陆到几天 也аний不仅提ä 我们也要带妈妈的质 祝侧很好的地方 好不 好啊 好啊 开心啊 OK 这个那个六静时混纨 A주 are nice 今夜的三餐都由哥哥或职儿职女轮流来照料 平日多数打包经济饭菜给他吃 原本爱吃鱼吃肉的他 在英美世界的带动下 最后决定转为吃素 因为我有跟他说 经验你现在也没有牙齿了 你如果在吃肉 你是也会很难消化 之前的时候他有瘦一点 他肚子很大力的 因为在吃肉的当下 他就是可能很难消化 所以他就肚子很大力 现在可能是吃了瘦 他是没有怎么肚子的 他会瘦咯 我有教他运动咯 我有教他运动 然后我跟他讲 你要Hamson你就要减肥一点 你四十当下你也可以减肥 慈激之功的出现 让锦叶的胜利有了新的转机 虽然看不见 他却能够听见最美的声音 并在知福习福再造福的同时 体会人间的真善美 我跟他说了 我会不会看不见 我会找最美的声音